那么现在看起来 这个疫情的情况其实是清楚的 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都有 唯一不同的是这个防疫政策 中国坚持了他们那一套 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防疫政策 这个发生以后 在中国产生了一系列的 副作用或者很严重的这个不良后果 比方讲上海封城 我们都是上海主人 所以对上海很熟 你觉得说上海是发生的所有这些情况 实际上已经在社交媒体上传得纷纷扬扬 几乎全世界都知道 北京不可能不知道 那你认为说北京现在为什么 完全不顾这一切 好像到今天上海也很没解锋 昨天听说上海宣布社会面清零 他认为社会面已经清零了 这个我相信北京是知道的 但是呢 这里有两点我觉得可能值得去探讨一下 一点呢就是上海跟北京从来就不是完全在一条线上的 在在中国大陆哈共产党统治以后大概能够和北京呃有一个稍微有点平起平坐这个地位的应该就是上海其他的地方是任何地方比不上的广州啊呃什么深圳啊那个没法比的呃一个是一个是经济文化教育就是它是全方位的是另外一个中心严格的说哈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也是教育中心 那么上海跟北京呢有一个区别上海 核酸检测上海没有采用封城的方式也没有采用全员核酸检测的方式这是在奥米克隆这这一波第五波他说是第五波疫情之前上海用的是叫做精准防控 所谓精准防控呢就是说在在技术上面更接近于西方的方法就他不求完全清零但是呢一旦发现阳性以后呢他很小的范围去封呃一般都不超过这个就是小区呃甚至更少一个楼精准防控然后呢就是用大树去跟踪 这种做法有一部分我觉得比较像台湾的做法呃但是不完全一样因为一个大方向不一样呃所以上海的这套做法呢当然有人说是上海自己搞出来的也有人说是习近平愿意做一个试点 我个人倒是觉得哈就说这个事情大家谈的多了以后呢不管习近平是不是同意嗯因为他这个动态清零大方向不变底下搞一点变动的话呢呃就是对于 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就说如果说你可以控制住疫情那是问题不大的但是一旦到疫情控制不住的时候呢呃中央就会插手这时候呢上海的这一套就是叫精准防控的方式呢它是没有办法去证明 它有越优越性的就像西方国家的这个在这之前的所有的这种呃只用就是共存的方式啊共存的方式它要有一个时间就是共存方式 可以看到在每一波疫情来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高峰然后呢死亡率增加然后再慢慢降起来然后再降到谷底就变成一个很平坦的曲线 但是问题就在上海这次疫情你没有办法证明上海的这套防疫方式是工作的因为中在达到峰值之前中央已经强力插手了 强力插手以后呢就采取其他地方的那种硬性的一刀切的这种封城方式所以上海人家说精准防控 是碰到奥密恐龙不灵了不见得是上海没有机会来证明自己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可以说哈这是在中国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不是说最大范围要在动态清零和共存问题上而是在动态清零这个大全体下用哪一种方式来控制疫情实际上存在着按照中共的讲法就是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所以对于我觉得对于中央来说的话呢对于这种做法上海独树一职的做法从既是点过头同意过从内心是不赞成的是不满意的因为谁让你搞一个特殊化 在中国是因为中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统治 你想看从东方上海到最西面的西藏新疆政治文化宗教各方面相差这么远 但是所有的政策全是一样的一刀切的他不允许有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上海这次呢 受到 严格的说我觉得是受到惩罚了 受到惩罚的原因之一呢我觉得哈就是因为上海 更强调专家 而中共呢虽然说现在不这么叫了哈但是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就是外行的领导内行 因为只要外行是党的领导 他就一定能够胜利 他就一定比 内行要有用 这个到现在其实没有改变过你像现在 到上海去指导这个社区 防疫的 是一个 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中医嘛而且他是在只是在 北面哪一个省份的一个 一个社区里面当过 那种医生我觉得就类似于侧脚医生那个角色 现在就派到派到上海去这除了羞辱上海的专家以外你说还有什么用处 他去指导上去的 上海的市区那个社区防控 如果说不派这个人去我还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中央有意的要去 给上海难堪 但有这条证据的话我觉得 就足以证明了就这里面确实是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